你 有请一号女嘉宾 哇 协丽 我很喜欢这个 很甜美 对 我跟协丽 笑起来好甜的那种 听起来就两个酒窝 对 好甜 光辉老师好 你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好 好甜美 对 我很喜欢这种类型 我叫王孝凡 今年23岁 现在在医学院 然后现在我是研究生二年级 同行的 他很温柔 他说话的时候 对 能带动大家的感觉 很舒服 那边是你的爸妈 对 是我的爸爸妈妈 大家好 我们来自太湖之盼 师徒之福和云女之乡 造就了我们孝凡的 柔美的气质和优雅的风格 我们为她自豪 她的小酒窝好可爱 我要说一个证据 叔叔对他女儿之上心的程度 叔叔有一个选女婿的雷达表 我第一次见人画这个雷达 雷达表要直接听一下了 我很想看一下是什么 年龄 这个职业 身高 学历 学历我已经被打下去了 身高一位八一下我就怕死了 年龄放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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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没有 没有没有 年龄不是关键 就是啊 我认为年龄放第一 这个怎么说呢 阿姨你这临时撤台 叔叔都慌了你说 孝凡 你认为年龄这个事有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年龄不是很重要 对啊 对 我觉得其他几个差不多 就没有最重要的 我觉得也是 就是综合一下 那就可能看感觉 下面开始 庆甲宣言 男嘉宾 我非常这个表示歉意 上来就歉意我 女儿在她的23年的成长的历程当中 我基本上都满足她的要求 几乎没有说过一个不止 但是呢 我们承诺 我们今后也绝不会 干涉你们以后的生活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啊 这个要几个孩子啊 回家过年到哪去啊 你们都支持你们的选择 只要像我一样的爱她 就像我一样的爱她 好 这一点好满足 我觉得我做得到 对对对对对 这是基本人啊 5号 叔叔阿姨好 孝凡好 你为什么说叔叔阿姨好的时候 我特别恍惚呢 好不适应啊 我也是觉得好 下次来的时候我带个假发 叔叔同样作为一个男人 我觉得对于孝凡来说 你一定首先要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而我们家李露呢 身高1米9 隔负5车 绝对是你选女性的博二选择 谢谢 你这朋友加分啊 太厉害了 分给力 像我写 6号 那我刚刚有听到5号家庭说 1米9的小哥哥会给你安全感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熊猫 它不光是可以给你安全感 它还会能歌善舞 你们家学飞1米9几 1米93 近身高 多关注我们 谢谢 1米9 2号 首先呢今天看女嘉宾 我觉得你今天整身打扮呢 从上到下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是有什么 是有什么 五位情话要来了 我觉得怪漂亮的 是我喜欢的类型 谢谢 谢谢 跟我长得这样 好 惊奇转弯 我都闻到那个味道了 虽然我说不出来 看女嘉宾的短片 好萌啊 这个真的很好看 现在是2019年12月24日 时点诊 第99次细胞培养实验 目标培养一种叫做爱情的细胞 实验人龙孝凡 真的好甜啊 生活底下是吗 这个培养你就是我 已经存在了23年 这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细胞 有的细胞理性严谨 助我学业精进 我觉得跟我很匹配啊 有的细胞视甜如命 把我变成一枚痴火 我也是痴火啊 有的细胞全不安分 叫我狂野而性感 优雅魅惑的爵士舞 身材也不错耶 光明特选的鸡车 这全都是真实的我 刚刚甜美现在性感来了 展现一个不一样的风格 多面性的这个姑娘 爱情中我会说谎 有时候用谎言来附凭男友的情绪 反而可以更好地维系感情 善意的谎言既保全了自己 又避免了争吵 我觉得可以不说 但是我不希望她欺骗 对 我觉得我是可以的 就我可以接受 这一次实验 我希望我可以成功 希望遇到那个成熟的你 目标明确的你 当然也是帅气的你 嘿 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对的人 看爱情的细胞正在发芽生长 我们牵手吧 我觉得又有人爆灯了 我想爆灯 在哪儿爆 在哪儿爆 你看我说得转不住 我想爆灯 这里 把吴冰冰的声音放出来 喂 孟老师 你好 你看到哪一段决定爆灯的 看到第一个 她是医学专业的 就跟我的职业很匹配 我觉得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在一个医院共同工作 二号也是医学专业的 对 基层医生那个 她说了善意的谎言 但其实我在生活中 也说过善意的谎言 所以的话 这一点的话 她也能打动我 所以我觉得我跟女嘉宾呢 在默契中还有匹配度的话 是百分之百 我非常地喜欢她 哇 百分之百 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首先值得聊一聊的 生活中还有哪些谎言是善意的 对啊 是啊 这看她的底下了 对 看她怎么解释那个文词吧 对 比如说跟朋友在外面 就是一起聚餐之类的 然后她担心我回家玩比较不安全 8点我会回家 但可能我会玩到9点或10点这样 但我觉得这些 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所以 这个没关系 像她刚刚说这句玩曲可以接受 说你是跟朋友吃饭 结果那个是喜欢她的一个男生 这真不行 在我们一般认为 谎言这件事情 是和道德品质相关的 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 如果我们怀有善良的意愿 并且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 我们做一些隐瞒 是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关键取决 你这个善意的谎言是什么 对 感情中不能欺骗就好了 不能接受 我举个例子 他们俩第一次出去旅行 去了某一个地方 女孩第一次去 哇 好美啊这个地方 太漂亮了 你第一次来吗 那个男孩说 不是 我来过一次 你来过啊 你跟谁来的 我跟我前女友 必然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女生 会产生的那种情绪 这对双方没有好处 我觉得还是分事情 牵扯到什么样的事 撒什么样的谎 对 对 6号 那我想问一下你嘉宾 你有去过内蒙古大草原吗 我没有去过 所以我一直是很想去一下的 太好了 那你很想去 不是我带你 我们去个马奔腾 内蒙古太远了 还是在杭州吧 莫言你好 我是6号男嘉宾赵学飞 你可以帮我供放一下吗 我想跟女嘉宾说几句 来 把6号的声音放出来 女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刚刚说特别想去 内蒙古大草原 那我就是内蒙古大草原的 我可以带你一起 让我们空尘作伴 我们可以一起在草原上 策马奔腾 也可以在草原上一起跳舞 天天起舞是吧 对 好好 但是其实最后就是 我觉得你一直说 对这个学历有很大的要求 给我有点压力我感觉 对 对 没有关系 这不是我的硬性要求 对 就你不是很介意的吧 对 好 谢谢 希望能够多多关注一下刘芳 谢谢 2号 女嘉宾 平时如果你的对象比较忙的话 你会怎样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呢 比如说会不会在家里做做菜之类的 对 我很会做菜 然后我也会做很多甜品什么的 我也很喜欢吃火锅 谁是重庆的 我儿子就是开火锅的 对 我们家会做冷吃吐火锅都会做 我儿子他也会唱歌也会跳舞 我不会跳舞吗 你别坑我 叔叔 你现在谁的评分在那最高 2号 6号 2号 6号 孟爷爷你好 我是1号男嘉宾曹瑞 麻烦你把我的声音公放一下 谢谢 1号的声音扩出来 女嘉宾你好 我是1号男嘉宾曹瑞 你好 你是一个吃货 你想去国内的任何 包括国外的 我都可以带你一起去吃美好的 就是美味的食物 好 谢谢 女嘉宾好 不管你去内蒙古 新疆 国内的 只要你想去的地方 曹瑞赔你 我报机票 谢谢 喂 喂 喂 孟范老师你好 我是4号男嘉宾 刚刚我想有话对这个女嘉宾说一下 麻烦公放一下 好的 4号的声音放出来 凉凉了吗 4号的声音放出来 嗯 你再给我安心 她弄错了吗 真是弄错了 妈妈神主啊 来来 我们知道 再放过来 来 你说 我那个女嘉宾你好 你好 看你的那个VCR 感觉你年龄还是比较小的 而且感觉你可能感情经验比较少 对 你对待感情这方面 是比较独立一点 还是可能比较依赖的多一些 打个比方 你希望就是多长时间 能够就是两个人见一面 我可能是比较依赖一点的 最好是一两周可以见一次了 那也还好 那也不算非常黏黏 给姑娘吓的 给人出了个难题 你说的一两周 就是如果很远的话 比如说哈尔滨和广州 就一两周见一次 工资全摆机票了 我真的挺喜欢这种类型的女生 甜美 不喜欢依赖 我感觉也没有火花 欢迎 孟福老师 你好 我是上号男嘉宾罗欣 我就是想让我那个朋友 就是灭一下灯 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依赖型 黏人型一点的 我喜欢就是酷一点 郁姐型一点 我觉得她太娇小了 好的 明白了 谢谢 我转达一下三号的意思是 她是让她的兄弟灭灯 她的原话是 她不太喜欢比较娇小 比较粘人的 其实我觉得人家 一两个星期在见面 不算粘人 对啊 好 没关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看这轮一灭灯 曹瑞的妈妈 她在想太好了 太好了 又少一个竞争的了 好 等一下 孟非老师 你好 我是五号男嘉宾李璐 李教授 你好 我想转接一下我妈妈 谢谢 李璐妈妈 妈妈 你好 我感觉跟女嘉宾 好像没有演员 然后对 没有火花 觉得可能想灭灯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你很优秀 也很漂亮 我儿子可能是 两个人的气和底 不是那么好吧 好 好 没关系 好 李姐 不 为什么 下面进入反选环节 上去灭掉一盏灯 不点紧张 灭咱不乐 他都没怎么讲过话 你等会看看我儿子吧 我们的儿子很优秀 怎么自动就灭了 又我妈自己又按了 咱们 来看三个男生的基本资料 曹瑞26岁 航空公司空乘 吴冰冰31岁 急诊医学科医生 6号 赵学飞26岁 民族舞蹈老师 来看三个条 天秘情报 我和曹瑞上大学的时候 经常会有女孩子 问我要她的联系方式 包括她现在的工作 很受欢迎的 可能会有很多人误会 因为她身边会有很多女同事 但她真的是一个很专一的人 所以女嘉宾请放心大胆地和她牵手吧 下一条 我现在准备要去门诊上班了 帅气吗 现在呢我已经工作了两年 我也看到了很多人情能暖 身与死别 我们将我们的感性放在了心底 虽然我在工作中很理性 但是对方如果为我做上一顿丰富的早餐 为我准备好出行的行李 这些都让我会感觉很温暖 那你愿意做我温暖的女孩吗 下一条 其实我妈妈做饭的手艺特别好 我每次在外面都会想念她做的饭菜 我希望学肥这次在节目中 能找到她心意中的另一半 也希望她能给我对付我心意中的儿媳妇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有请1号 6号 来 有请2号 有请3号的感觉 对啊 很踏实的感觉 来 从1号开始 女嘉宾里面是 有请1号 请问2号 还准备 1号 新闻 4号 第二号 新闻 4号 新闻 3号 新闻 2号 新闻 你的爆裂太温柔 感情又痛又享受 如果我说不为你不罢休 谁能比我抢救 从你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你特别可爱 特别甜美 然后VCR突然反转了一个 你中间又是喜欢哈雷 然后又会跳爵士舞 因为恰好我也是舞蹈老师 而且你也喜欢内蒙古 其实我就是内蒙古的 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内蒙古 我们去玩个遍 对 谢谢 谢谢 吴彬彬 我现在其实是非常激动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 看起来很非常温暖的一个女孩子 我也关注了你 爱吃甜品 喜欢做各种活动 然后这些对我来讲 都是我喜欢的地方 在后来正对着 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我觉得有种恍然如梦 有话中人走出来的感觉 如果我们两个有机会走在一起的话 我希望我能够像保护天使一样的 保护你 你愿意做我的天使吗 谢谢 王孝凡父母要在这三个男生里边放弃一个 说吧 叔叔 你毕竟是经过了大数据的 这个一号非常出色 但是呢 他还是在昆米稍微远了一点 请这个一号 这个退出 你父母觉得放弃一号 你同意吗 我 同意 我 我同意吧 来 谢谢一号 来 谢谢一号 我天哪 我回去好好给这个拥抱 我的曹瑞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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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没事 没事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今天晚上要回上海 然后是九点多的火车 现在还有三个小时 如果牵手成功的话 你们会利用这三个小时来做些什么呢 和我一起 这个问题 这个好问题 我觉得首先呢 应该让你放松一下 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 可以短暂地看个电影 然后去甜品店 吃一点你喜欢的甜品 聊聊天 然后再送你去机场 好 谢谢 谢谢 6号 我觉得应该一起吃顿饭 然后多聊一聊 再彼此的多了解一下 然后再帮你送到机场 让你安全先回到家 好 谢谢 差不多 你希望的安排是怎样吗 就是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 可以今天晚上 跟我一起回上海 你这属于脑筋急转弯系列的 他这个选项不包括跟我一块回去 好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2号还是6号 你的选择是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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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 6号 叔叔快给我个答案 2号 2号 3号 1号 我选6号 6号 6号 蛮好的 吴大夫 你两个人工作 般配度那么高 还是没有抵挡得住 一米九三的大高个儿 祝他们幸福 就是我觉得她一出来 特别有气场 然后又甜美 她的性格反常 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我很喜欢 知道她是舞蹈老师之后 我觉得就这点挺吸引我的 因为我也很喜欢跳舞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跳舞 有请二号女嘉宾 性格 真的还很好 现在是 这个是一盘 对不对 她长得像我 对 比我好看 这个也好 这个挺漂亮的 这盘子 孟爷爷好 我是何浩浩 今年29岁 是一个生活在广州的湖南人 那我自己的话呢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阳光帅气和演员 尤其像孟爷爷这样子 又有趣又有风度的人 一起走过未来的旅途 并去又有风度 我呀 不行 我有种心动的感觉 那我自己的话呢 比较喜欢游泳和潜水 水性可以说是很好的 所以男嘉宾不用担心你妈和我掉进水里先救谁的问题 我能救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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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爸爸妈妈 对 我的爸爸妈妈 嗨 嗨 我不用站 不用站 不用站 你爸爸看上去好年轻 李璐 那个兄弟你看是不是 我的朋友我对不起你 你是带他来受伤害的吗 在你们念那个宣言之前 你之前能不能聊两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婿 我们做了一个新乡亲的基本要素增和评分表 从十个方面来进行评分 从十个方面来进行评分 十个方面啊 你把这十个方面点一下 第一个是第一印象 家庭背景 交流感受 对浩浩的关注度 女方家长提问回答的满意度 女方提问的满意度 男孩对浩浩的真诚表现度 每项10分 百分之 下面开始庆甲宣言 我们两个一起练 好 好庄重啊 我当年高考考上了法兰女工大学 我读两年高中 16岁上大学 16岁上大学 哇 学霸杂 今天如果有男孩子跟浩浩牵手成功 我们要油画三章 嗯 要温暖有礼 经常甜言蜜语 这个没问题 我嘴很甜 要真正踏实 举动承担家庭责任 要友善宠爱 多多爱护我女儿 对面的亲家 我们一定会宝贝您的儿子 视同己出 也请善待我们家哈哈 谢谢 有点压力啊 听了女嘉宾妈妈的那句话 我脑子一直在走神 两年高中就上大学了 对 叔叔当年高考成绩 是非常的厉害 对不对 他哪一个发学转远 低调了吧 我的妈呀 刚在雨爆灯了 是看中了我爸爸的智商吗 我的天啊 4号 孟哥老师你好 女嘉宾你好 女嘉宾一出场的时候 我就被你的外表给迷住了 可以加分的 始于颜值忠于内在 你的颜值这么过去 而且又有这么优秀的附模 你的内在也是一定非常好 非常美的 所以我相信你父母 更相信你 谢谢 哎呀小刚给你透露一下 就在你说话的那一刹那 阿姨用了小笔笔 在她的纸上写下了 十分第一印象 你成功了 这是最高分 谢谢 但是也有这样一种情况 你看过电视里边很多比赛吧 裁判最后说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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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她玩了 3号 女嘉宾你好 我听一下朋友怎么说 就从你刚刚从那个 走到过来的时候 然后你给我留下了两个字的印象 就是气字 然后刚刚我近距离观察的时候 可以用非常非常非常漂亮来使用 谢谢 谢谢夸奖 我觉得 这位女嘉宾的话 我得为自己考虑一下 得为自己考虑一下 抢人 你朋友确定是来帮你的吗 把她的机会给抢了 我早来这什么朋友 我猜想的那一幕正在上面 然后我比她可能有两个优势吧 第一个我比她高 第二个呢 可能我就坐在你面前 大姐我们那边有保安 你要不要让保安上在旁边的人 给她带下去 孟非老师你好 我是那个3号男嘉宾挪欣 然后你可以帮我开一下扣音吗 想表达一下 扣音 你不找你兄弟聊两句 我扣音跟他说 扣音说 好 女嘉宾你好 我是3号男嘉宾挪欣 然后刚刚你出场 我觉得你的外表特别有个性 特别有气质 那我就喜欢这种不一般的 你不要管我朋友 就多关注一下我 而且我听你说你是很喜欢潜水嘛 那我其实也是很喜欢运动的 我平时都会打拳击架打篮球 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运动方向的东西 多多关注一下我好吗 好 我问一下3号罗欣 你认为你跟你这个兄弟比哪个更帅 风格不一样我比他帅 哇 那个这兄弟你说你和罗欣哪个帅 我帅 我帅 然后我想跟他说一句 你用哪一项运动是玩得过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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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关键专心 好 最佳思议啊 他占据了九个拳了在外面 所以啊 女嘉宾第一顿六五门的班 让罗欣出来扶他第一笔 一笔就知道谁在说谎了 我妈可以 我妈可以 先看片 哇 哇 这3号 被影杀手 哇 好神秘的感觉啊 很庆幸我爆灯了 大鱼 我今天是来跟你告别的 嗯 饲养员吗 金鱼管理的吧 还记得两岁的时候不小心掉进院时 那是我第一次和谁结缘 六岁开始学游泳 八岁进广州市花样游泳队 哦 花样游泳 十二岁拿到全国青少年花样游锦标赛的冠军 十三岁第一次穿上鱼尾 成为身边人心目中真正的美人鱼 哦 美人鱼 应该真的是个潜水修炼吧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游兴参演了周星世导演的电影《美人鱼》 成为女主角的水下提升 他们说水下的我很美 水上更美 我真的喜欢这个 我真的喜欢 我爱大海 可以自由自在地舞蹈 有点性感的感觉 哇 这可以啊 我爱水下的宁静 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 水是会治愈的 很浪漫 很艺术的一个人 尽管别人会质疑 父母会反对 但只有回到水里 才可以暂时忘掉陆地上的纷繁困扰 叔叔 你们也反对啊 他反对 我不反对 现在的我做美人鱼教练 美人鱼运动教练 相当于有点潜水教练的那种性质 但他需要表演出来 对 做水下舞动療育师 做海洋环保推广大使 做公益活动 做法都是我真正喜欢的事 不管是鱼 是人 都会为我开心的 爱情呢 我曾遇到一个男孩 他很帅 比我小 是个无比贴心的暖男 生病的时候 哪怕从房间到沙发 都会抱我过去 就说他前男友了 我曾经以为 他就是那个王子 可最终因为我们人生规划不同 分手了 在爱情里 我可以是一条弱势的小驴 需要你的照顾 也可以是一条独立的虎鲸 乘风破浪 我希望未来的他 有阳光的笑容 懂得好好说话 懂得付出与感恩 希望他爱上的 是最真实的我 我愿意为真正对的那个人 勇敢一次 退去自我保护的鳞片 化尾尾角 用心地去找 去吧 那里有光 他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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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台上来的男女嘉宾当中 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对 所以我爸爸一直都非常地担心 我能不能活下去 叔叔全程乐和 但是只看到女嘉宾片子的时候 表情特别严肃 他如果去了深海 去了一个很陌生的海域的时候 他也会大胆地跳到海里面去 那个时候我就最揪心了 会有这种情况吗 其实的话我想说在潜水这一块 我们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都是一整个非常完整的安保系统在 所以爸爸可以放心 喂 喂 孟老师你好 我四号男嘉宾 我想有点问题想问一下女嘉宾 四号的声音扩出来 小刚 噔噔噔 小刚 噔噔噔 女嘉宾 你好 刚才我看了一下你们那个VCR 我们这个房间里所有男生都非常轰动 我觉得场景确实是非常唯美的 就有一些问题我想问一下 首先的话 这个工作是否需要跟很多的异性接触 包括你的着装是不是需要比较暴露 每一天都要穿比基尼这些的 这提问怎么有点有点刚啊这个方式 其实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美人鱼一听起来 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女孩玩的东西 就现在虽然说100条人鱼里面可能会有那么10条男人鱼 但真的我接触到的学生里面大部分还是女生为主的 她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让我应该不是有点 是相当吃惊 我想一下90%以上的工作 我们接触到的人不都有男有女吗 对 你就是在妇产课工作 你接触到的患者她还有家属是男的呢 所以介意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自己的另一半的工作 会接触到异性就会让她们有安全感 这是什么想法 完全误会我了 真的你这个说得太好了今天 孟茴老师我觉得你有点误解我了 因为她可能是在水下 跟所有人教学的时候会有很多肢体接触 所以说这是一方面的顾虑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孟茴也黑 完了 我掉分了 那我还是解释一下吧 就是在我们做美人鱼教学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是会放片子 然后通过片子上面我们一些示范动作 然后告诉大家应该注意什么 那实在是非常非常 这个学生怎么教都教不会的时候 可能会上手 但基本上我们是用语言去沟通 我给她做示范 然后她再去模仿 关于衣着方面 因为在水下一泡就是两三个小时 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我们教学的过程当中 穿的是诗衣 就是那种长袖长裤 包得严严实实 你想看还没得看呢 观众的这个鼓掌有点意思 喂 孟非老师 你好 我是5号男嘉宾李璐 然后我想直接对女嘉宾讲话 李教授的声音放出来 女嘉宾 你好 首先我对你很心动 可否 prefers 人类 Theater 那么今天的地方 不能在地团买自己 oss 在对男嘉宾找另一半的当中 应该具备一条就是 有非常大的对生活的热情包容度 以及对心生事物的好奇性 是热爱这个世界的人 对 你又要干嘛我的朋友 你是为自己问还是为罗欣问 我为自己问 我找他来干嘛 孟爷爷他能问吗 能 刚刚VCR里面说到 就是比嘉宾的一位前男友 会在他生病的时候 把他从沙发上 放到床上这么一个举动 但是我觉得这个举动 不应该是在 他生病的时候去做 这应该是成为每天的一个日常 甚至是一个习惯 那你能做到吗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喂 曹爷爷你好 什么 我姓孟 我姓孟 孟爷爷你好 我说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是二号的男嘉宾冰冰 现在请你帮我打开一下我们的扩音 来 把5F的声音打开 女嘉宾你好 我是二号的冰冰 刚才呢我看了你的短片 我觉得你是一个身上有很多光点的女孩 但是呢 我想灭掉你的灯 不好意思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喂 喂 你好我是一号男嘉宾 麻烦您把电话转一下我的朋友好吗 一号 喂 那个我觉得女嘉宾不是跟我一个事业的人 然后麻烦帮我灭一下灯吧 谢谢 一号说打电话来说是要灭灯 下面进入反选环节 上去灭掉一盏灯 但不让他灭 但不让他灭 好 不要灭我 不要灭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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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三个基本资料 罗欣28岁火锅店老板 刚占宇30岁国企资产管理员 5号李璐34岁大学助理教授 来看三条片子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真诚的一个贵重的东西 在那是我自己初中的时候 我自己心给大家念一下 这世界的明白没有人能明白 你太多的无赖没人能处在 流泪的时候要振作起来 只要坚持就有未来 爱看 又看 动起来 都动起来 我觉得我写情歌这方面还是有天赋的 那我希望我可以为我牵手的女嘉宾写 情歌那也希望给你喜欢的 下一跳 现在女孩总说男生是大猪蹄子 今天我就把猪蹄子给你炖 让你尝尝好吃不好吃 猪蹄子已经做好了 尝一尝吧 真香 如果有幸能跟女嘉宾 牵手成功的话 以后我可以每天给你做好吃的 吓一吓 女嘉宾 你好 我是李璐 现在在沙特 阿拉伯 法赫德国防大学 做一名金融方面的助力教授 我特别喜欢这份职业 这个职位能够不断地 给我机会和新一代进行沟通 共同探导感兴趣的话题 女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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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问三个家庭的问题 各位阿姨 在你们的婚姻感情当中 为这个家庭做出最大的牺牲 或者改变是什么 3号 怎么说呢 我丈夫走得早10年了 说那时候我两个儿子 都在读大学 可以说我那个时候 又要上班 又要管教孩子吧 我觉得能够走在现在 真的不错 很坚强的女性 对 我丈夫走那过后 我才 我第一个目标 就是给我两个儿子 一个人一套皇子 后来呢 我一想老了 能不能跟所谓的后人住在一起 所以我又自己来找了一间独立的房子 这也许就是我的最大的贡献吧 真多理解 我妈其实是很大的 我觉得你妈还是很坚强的 阿姨 很坚强的 4号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婚姻吧 往往是明白的 让着糊涂的 既然谈到婚姻和家庭 我认为我是应该牺牲一些 时间和精力 我现在很幸福 老公和孩子都很好 我儿子实际上很直率 很阳光 尤其是很幽默的一个男孩 等一会儿你会见到的 谢谢阿姨 5号 妈妈 你好 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开始创业 我家里带来了 给自己不少的收入 为了他忙也付出了很多 现在我这个家 我说了就是有方 有持 有存怀 你如果到了五号家庭 你肯定会幸福的 我肯定会把你当女儿开带的 你写着五号家庭 绝对没有错 有请3号 5号 5号 有请4号 5号 长得还可以 这个孩子 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我们又忘了三号这哥们 因为他刚才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 对女嘉宾的喜欢 我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你要觉得合适呢 我们就可以请上三号的 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来 有请 他选择的这个位置也很好 避免了和三号兄弟俩站一块 气氛瞬间就变了 你做个自我介绍 女嘉宾 你好 我叫黄静 黄荣的黄 郭静的静 今年比我朋友小一岁 我26岁 人与人的第一面相处 很多人会去看他的外表 是否好看或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些 只是一个加分项吧 但是我可能更看重的东西 是一个人的气质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培养的 来之前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我能遇到 我觉得很有感觉的女生的话 我不一定会让给她 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去推却 就朋友归朋友 这两兄弟下了台咋相处啊 我的天哪 我认为这没毛病 喜欢就坦坦荡荡 对吧 3号发表一下获奖感应 我现在就很懵 就除了有两个男嘉宾以外 又多出来一个 还是我的朋友 其实我在私底下 我是几乎不会主动 去跟女孩子说话的那种人 但是今天你一出场 我真的是觉得身上的散光点 和你的个性很吸引到我 我觉得我应该勇敢一次 前面有男嘉宾说到 你的工作的性质 我觉得那个是OK的在我这里 因为你像水下肯定难免 会穿笔迹尼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人家跳舞的 有跳国表 跳拉丁的 那个身体接触更严重 我觉得这个是OK的 然后因为我也是很喜欢运动 刚刚也说了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 去勇敢地探索大海的世界 这是一番软轮的 有点好 我是为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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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re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里面的电视里面 跟我现实中呈现出来的美 简直是不能比的 就是你真人比电视上好看太多了 这会儿情商又再现了 这会儿说话了 前面那么独熟 这会儿的父母要在四个男生当中 先放弃一个 这会儿的父母要在四个男生当中 先放弃一个 放弃两个吧 放弃两个吧 叔叔心有人选了 你听上去 他爸妈的感觉是放弃三个吧 我们就直接要一个了 我们先按照我们的程序来 先放弃一个 我想应该是四号 放弃 四号的原因我想跟你讲一句话 就是说生活非常的简单 简简单单就是这么 简简单单就是美 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去 考虑的太多太多的东西 现在过日子非常简单 哈哈喇叭的没工作 他也能过很好的日子 你父母决定 当期四号你是否同意 我尊重父母的意见 谢谢四号 我想他第一开始就色彩了 来 你往中间站一个 就是让你们俩站一块是吧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三个男生 我想问的是 如果说我真的就是一条美人鱼 现在决定要上岸和你们一起生活了 你们是希望我保持我原有的状态 还是说付出一定代价 把我的尾巴换成双腿 这个问题好浪啊 来 从罗欣开始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 没什么好难的 我觉得我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摸合 互相信任就是我尊重你的意见 你愿意去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我喜欢两个人是独立的 但是又是融合的 这是我对感情的态度 黄总 李嘉宾你好 如果你是那条美人鱼的话 我想我就是愿意坐那个 在岸上每天等你的那个渔夫 我不会介意你是要变成什么样子 就只是我会期待与你见面的那一刻 李璐 首先我美人鱼也喜欢 然后双腿也喜欢 我首先要考虑你想 以哪种方式存在 这完全是你的主意 我没有区别 对 谢谢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三个男生 你的选择是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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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 五号 替他们说 五号 五号 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我直接去把礼物送给我想选的人 可以吗 我觉得我应该勇敢一次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去勇敢的 探索大海的世界 我觉得我可能得为自己考虑一下 就朋友归朋友 女朋友归女朋友 首先我对你很心动 我暗灯有一些晚了 希望我能牵手成功 可以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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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不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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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用管你 我要管你 在让他们发表获奖感言之前 你先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我觉得没关系吧 我努力过了我尊重女嘉宾的选择 那么还是好兄弟的话 也会经常你想象一下 那个小黄带着女朋友去吃火锅 我就不来了 我就不在店里面了 我认为这个心态是特别真实的 你要说我没事 朋友们 你觉得哪个是真实的 这个是真实的 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 也会慢慢地 要不然兄弟两个握个手 好 来 三个一块唱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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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够做的 有点就是她从后台走过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她是有光的 后来我就动了这个想法 我希望找一个有趣又有风度的人 他又表现出他的有趣和风度 有请三号女嘉宾 太喜欢了 甜美可爱的 叔叔阿姨好 孟爷爷好 这个太好看了 我好像是张天愚喜欢的 这个好好看好甜 六号爆灯了阿姨 五号都爆灯了 你看这张莎喜欢的类型 你爆灯了 这么快 这什么情况是我喜欢的类型 大家好 我叫华文婷 然后今年26岁 来自云南昆明 云南 现在在杭州开一家服装工作室 今天来现场我想找一位 有责任心 有担当 然后头发短 睫毛长的男生 谢谢 头发短 睫毛长 睫毛要多长 一炸起来的时候跟那个雨刮器一样 呼啬 呼啬 那个行程特别长 来爆灯的六号 你好 女嘉宾 我是六号张天愚 我呢本身是从事一个甜品研发的 所以我的职业灵敏度呢 让我对甜甜的东西都有点敏感 你懂吧 所以就是你的这个外形非常吸引我 我觉得第一眼很重要 让我有继续了解下去你的这个欲望 可以让我慢慢地喜欢你 好 所以你也甜甜的 女嘉宾的那是妈妈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 我是华文婷的母亲 来自云南昆明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姑爷 我想找一个能关心我女儿 能懂她的 然后不抽烟 不抽烟 对 我认识不抽烟 对 我认识都符合 下面开始 亲家宣言 未来的亲家女戏 听好了 我的女儿在我的心头是个宝 我希望嫁进你们家 不能像根草 日后如果你们惹恼了她 我会第一时间到 这个妈妈好强势哦 这个过程是不会的 我现在在做一个儿童游乐这一款 以后我的孙女 然后孙子 她们的童年快乐 可以 我可以钱包 谢谢 哇 我喜欢 这个倒像一个战斗的宣言 我会第一时间到 3号 女嘉宾 女嘉宾 你非常漂亮 如果你和儿子走在一起是非常大的 6号 我弟弟他真的非常激欢你这种甜甜的女生 所以上一场他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跟女生进行任何交流的男嘉宾 好 来 我们先看片子再问 坚定 奋斗 憧憬 我是华文婷 一个来自云南小镇的平凡姑娘 我就是觉得云南真的太美了 目前经营一家服装工作室 生活忙碌且充实 你的生活很大 我自己的话什么风格的衣服都能穿 不过还是偏爱休闲的 舒服又自在 每天都是百变造型 203天前我分手了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不是他妈妈心中合适的儿媳妇人选 所以他经常会把我和别人家的儿媳妇做比较 妈妈好过分 其实对比的杀伤力很强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我接受不了这种没完没了的比较 就和男生商量结婚后我们自己住 却被他妈妈强势安排 结婚后必须和他一起生活 为什么 我期待男生能够经济独立 却一直没能等来他的改变 是不是因为之前那段他们婆媳之间的这个经历 所以你在那个《亲家宣言》里要讲到 不要欺负你女儿 对 希望未来的你阳光干净 性格温和 很喜欢卖萌 收入条件无所谓 但是经济必须独立 如果你能做到这些 很可爱 我们租房结婚也没问题 她好开明 未来是一个可爱的宝宝 我们一起给她最有品质的生活 心动了 心动了 她其实要求的并不多 她要求就是两个人一起齐心 一起用心 一起用力 在那里挡碎了都 那个片子里边你说的有一条 我特别地赞赏 要男生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这条太重要了 你的那个前面那段感情 男生只有在经济无法独立的情况下 才必须听爹妈的 对 对 你住的房子是我给的 你结婚的钱庄 用房子买车 什么都是我给的 你不听我都听谁的 我从来都不听我爹妈的 她要求的也都很基本 1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你完全放心 就是说你的条件都 我都 我儿子都符合 你想说的是我儿子经济独立 但是我也不是个多事的妈 对她 我也不关她的 这个妈很乖 挺亲切的 但还要补充一点就是 其实今天一开场的时候的话 亲家母和亲家母 就已经相中了 两个亲家母倒是开上了 接电话 喂 孟爷爷 你好 我是1号男嘉宾曹瑞 麻烦把我的声音公放出来 谢谢 来 把曹瑞的声音放出来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首先想表达 我真的太喜欢你了 刚才我没有来得及爆灯 如果你想以后未来在杭州发展的话 我随时可以去到你的城市 当然如果你想继续回到家乡 我也会在昆明一直等你 6号 您嘉宾 你好 我是天宇的妈妈 你好 我看见第一眼就非常的喜欢你 谢谢 我儿子吧 从小到大 从那边惹我生气 很温馨 很暖人 我弟弟的特点就是 他是一个标准的暖男 脾气非常好 从来没有跟女生吵过架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一起 应该会甜度爆棚 好的 你说一下你跟前男友 在一块的时候前男友的妈妈 对你哪些地方不满意 他妈妈可能是觉得 我不会做家务吧 他需要你做哪些家务 就是做饭菜什么的 我来 好吗 跟我太配了 我弟弟的怪癖就是 不接受女朋友进厨房 所以我们家绝对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姐好跟你加分 郝瑞是一个很会做家务的男生 她基本上都会做 今天妈妈话特别多 就代表她对你的特别喜爱 所以我一定都听了 听了 妈给我拿下她 四川应该很能吃辣 你喜欢吃什么 我们家就喜欢吃什么 我朋友给你了 这小嘴真是抹了蜜了 这就启动了无底线模式 底线变虚线 我还是那样没感觉 喂 孟老师你好 我是那个三号男嘉宾弄欣 喂 帮我妈妈转达一下灯 谢谢 好好好 我懂 好 嗯 三号打电话来让她妈妈灭灯 好吧 这两句话咋灭了谁呢 喂 喂 孟老师你好 我是四号男嘉宾弄湛羽 我想灭些灯 四号打电话来说要灭灯 不好意思 五号 孟老师这一块和阿姨商量了一下 这一块需要调整一杯 谢谢 谢谢女嘉宾 喂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二号男嘉宾 冰冰 然后我现在希望您能把公放打开 把吴大夫的声音放出来 女嘉宾你好 我是二号的男嘉宾 冰冰 你好 然后我刚才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心动 非常的心动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你的工作的具体时间是完全自由的吗 对 这样啊 那我们两个的切合度更加贴近了 你的时间是怎样的 吴大夫 我的时间是朝九晚五不断加班 这句话在我的理解叫一句话我没时间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是这样的 我工作很忙 朝九晚五也不断加班 但是我非常喜欢你 我一定会用时间我们去约会的 再来一遍 女嘉宾 你好 你是这样的 我的工作是朝九晚五不断加班 但是我会腾出相对的时间花在你的身上 听话吧 又来一遍 对 我们看三个家庭的基本资料 曹瑞26岁 航空公司空乘 2号 吴平明31岁 急诊医学科大夫 6号 张天宇27岁 甜品店合伙人 来看三条片子 这个的话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公司的才艺大赛 我唱了一首歌叫残酷月光 就拿了这个 唱歌还拿奖了 我独立为小姐 想起我 初唱一道 未想 也离不过眼泪 我同批跟我说的是 我是唱得比较好的吗 那我也是唱得认为的 不信你来听一下 下一条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冰冰的同事 亲爱好朋友 我是我们课以前的门面担当 但自从冰冰来了以后 我们课的门面就换了 这门面担当肯定是女孩 我们新男的能力不仅有着高颜值 本身材棒 智商高 还有高的业务水平 关键呢 冰冰是个超级大暖男哦 在这里祝你牵手一位 新一代女孩 新一代女孩子 我们看好你哦 看好你哦 这一段我可真看不下去了 我得实事求是的说 冰冰是个好人 但是夸他身材棒 我简直是听不下去了 我身材比较浑厚吧 下一条 这款健康果蔬乳 适合所有的仙女们 因为它超好喝 还健康 最重要的是不会胖 走这 这杯好喝的健康果蔬乳 就做好了 小仙女 快选我吧 非常喜欢孟爷爷 所以今天我特别准备了一个惊喜 想要送给您 希望您可以喜欢哦 把我惊到了 你最后是不是把孟老师给吃了 吃了啊 有请一号 二号 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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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凤子就上来了 你出来的如此奔放 一杯我很喜欢 无时无刻不在撩 来 从曹瑞开始 你好 女嘉宾 首先这瓶水是我给你准备好的 录影录了这么久 你一定会很口渴 你一定会很口渴 然后我经济非常独立 包括我虽然现在有航空公司 有航空公司 还有航空公司 没有 我有航空公司这个 当然我觉得我们都是为自己梦想去奋斗的年轻人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很好 谢谢 吴大夫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心动的 后来看到你的介绍以后 我发现我们是在一座城市 后来我又听到了你说你不会做饭 那我觉得不必要有这方面的顾虑 而且我是一名医生 我会全心全意地去照顾你 呵护你 就像关心我的父母一样 谢谢 谢谢 张天宇 我觉得感情就是发生在心动和一点点冲动之下的 我是第一个为你爆灯的 你也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不会做饭没有关系 我可以教你 就是你需要一个可以懂你牙脉之意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可以心疼你欲言有止的人 最后我想为你简单唱一句歌可以吗 慢慢喜欢你 慢慢的亲密 慢慢聊自己 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慢慢我想配合你 是我喜欢的类型 慢慢我给你 慢慢喜欢你 慢慢的回忆 慢慢的陪你 慢慢的老去 因为慢慢就是一个特别的原因 我觉得6号肯定打动她了 您觉得呢 真的 真的 发文庆的妈妈 三个男生当中淘汰一个 医生 医生 那就是彬彬2号 好 划文庆 你妈妈放弃2号 你同意吗 同意 谢谢吴彬彬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比你旁边的男生优秀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太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我的优点就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我都觉得不是问题 然后我愿意为对方去做他不会做的事情 可以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6号 我觉得我的优势在于我愿意去看着你更好的成长 我愿意去花更多的心思去陪伴你 好 谢谢 你最后的选择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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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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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所有人都想1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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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想表达我真的太喜欢你了 这瓶水是我给你准备好的 你一定会很口渴 我呢本身是从事一个甜品研发的 让我对甜甜的东西都有点敏感 你懂吗 因为慢慢就是一个特别的原因 是这样 是这样 我姐姐老说我是一个暖男 但实际上呢我真的是个暖男 是的 我觉得会做饭 会做家务 只是形式上的暖 但我觉得你需要的是一个 从你的各个方面去理解你 然后去理解你的需求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陶瑜不说话吗 你得跟人交流啊 你不交流怎么能行呢 还可能紧张不知道在说 不知道说什么 你的决定是 1号 不要再伤害乔瑞了 乔瑞吧 我想乔瑞吧 6号 6号 5号 1号 1号 我选 6号 我爱你强热你强热你强热 我 payroll了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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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4号 1号 5号 1号 2号 第一眼看去都挺干净的 挺阳光的 男生每句话都能打动我 长的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我想 一定要有机会上跟他表白一下 我觉得我是可以懂他的 我是可以走进他那里去的 听人懂你想法的 谢谢 关键是可怜的一号宝宝出来了四次 我觉得他是不是感受不到 女生那一刻情感的 那个需求的点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也许说的不对 曹瑞他身上找不到人讨厌的点 但是每次出来面对女生的时候 无论是电话里边 还是面对面的时候 除了温暖之外缺少个性 你说的对 缺少那个吸引人的那一点 就特别锋芒的那个东西 甚至都不叫锋芒 就是给人留下记忆度的 加油 没关系 真正欣赏的目光 打动别人内心的那些东西 还需要具备什么 这是每个人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小伙子们 应该想一想的问题 谢谢收看今天的 新习相亲大会 下期同龄时间再见 还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谢谢收看今天的 新习相亲大会 下期同龄时间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